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民主与进步成为国会的多数 两岸中国人不会输 会一直进步下去 好吗 中国与台湾都不能分割彼此 我们必须要团结 未来的路线很清楚 坚定帝国两制台湾方案 在脸书上面有一位中国的网军 散布一部恶意变造民进党政党票的影片 那民进党政党票的这个影片 是这个礼拜基本上才发布的 那我们的主轴是希望民主与多数成为 民主与进步成为夺会的多数 那但是这个恶意的变造影片 却把民进党这个影片呢 不断的就是用 不论从它的配音也好 它的字幕也好 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 是来自于中国网军的专业团队所为 所以在这边民主进步党 也要呼吁台湾社会大众 要严正的重视 中国的网军也好 或是中国政府也好 正在利用我们的民主制度 在侵害我们的民主 所以我们今天要正式 对这个在网路上散布 这个变造影片的这个人 就是提出三个 以下三个告诉 第一个是侵害著作权法 第二个是刑事伪造文书 第三个是刑法的诽谤罪 那我们希望就是 可以透过内政部警察局 去查出这个人的IP 他的所在地 那但是我们合理的怀疑 是中国网军的所为 那我们同时也呼吁 台湾的民众 不要去散布这个 这个假的影片 那就是一面处罚 而且也呼吁 台湾的民众 在这选举当中 要特别注意 假消息的散布 还有中国大选 介入台湾的选举的议题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大家 我先要正式提出告诉 谢谢